各位網友,今天和大家談談美國的政客。 近日G20峰會在印尼舉行,當中的集拜會吸引了全球目光。 疫情三年,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拜登首次面對面會談。 據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會後表示, 雙方進行了坦誠、深入、建設性、戰略性的溝通。 美國那邊說,堅持一個中國政策,不支持台獨, 亦不會尋求將台灣問題作為工具壓制中國。 講就講得好聽,中美關係看來好像緩和了不少, 環球投資者亦似乎鬆了口氣,特別提振了低迷的亞太股市。 但中美的前景是否一片光明呢? 集拜會後,美國國會隨即拋出一份批評我們國家, 並且有拿香港來說事的所謂週年報告, 美國究竟什麼狐狼賣什麼藥呢? 美國國會下屬機構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, 在集拜會第二天發表所謂週年報告, 惡意抵毀與政治公結中國, 由管治方式到經貿、安全、政治和外交事務, 全部都潛疊你。 包括網稱所謂的中國關鍵決策, 似乎掌握在一人之手。 同時又說,美國在一系列的供應鏈上過度依賴中國, 包括活性藥物成份API、稀土元素、註件和斷件等等。 報告中還有獨立章節無理指控香港特區說越來越孤立。 聲稱北京陰點行政長官, 安插外國者進入立法會, 令香港進入全面控制的時代。 特區政府安全部門按北京的指示, 持續攻擊香港的自由。 又抹黑港區國安法案件由指定法官審理, 會削弱了司法獨立。 可笑的就是, 來講是非的美國, 完全都不覺得自己延遲範駁。 實踐外國者治港, 維護國家安全, 中央對港實施全面管治權, 何罪之有呢? 難道美國是可容許叛國者掌權管治國家呢? 既然拿得香港來說事, 當然就不會少了台灣的份。 這份報告還和稱, 大陸今年大幅加大對台侵略性作為, 除了維持一貫外交經濟脅迫, 更加大軍力展示, 所謂的侵略性作為, 根本就是只虛烏有, 並無其事。 大家以為上述無滅已經是非常過份? 未算! 根據美國代理人媒體《自由亞洲電台》的報導, 美國國會企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, 也將會發佈所謂的《中國人權狀況和發治發展年度報告》, 大肆污名化和曲解中國的動態清零防疫政策, 將中國堅持人民至上、心靈至上的防疫政策方針扭曲為危害人權, 可謂居心破賊。 美國政客的雙面雙標虛偽, 大家恐怕早就習慣了。 美國演這場雙面大戲, 無非就是為即將來到的美國大選鋪路, 拜登團伙既不能完全得罪中國, 也要找藉口應付國內的選民。 高舉中國威脅論, 是去掩飾政治、經濟上的敗跡累累。 側筆的時候, 狂人特朗普剛剛宣佈再次參選美國總統, 他能不能東山再起, 仍然是未知之數。 但可以肯定的是, 不理最終是誰當選美國總統, 大家亦無需抱太大的期望, 美國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。 基本的國策, 仍然是將中國視為對美國最重大的長期安全挑戰, 而我們作為中國國民的一份子, 也應該保持警惕, 對安私危。